蠟燭Workshop 通常選擇香味 選擇不同的造型 你試過嗎? 製作牛藕造型蠟燭 要用的工具和步驟都很簡單 先將棉芯用木籤轉入植膠模 然後將天然大豆腊用至85度 加入3g 香薰蒸油 再很快攪拌均勻 倒入牛藕造型模具入面 再用筷子固定棉芯在中間 約等45分鐘 等蠟燭固後就可以脫模 最後上色就完成 老闆蠟王 為何當初會開蠟燭Studio? 我第一次考蠟燭絲牌的時候 已經是兩年前 發現市面上很多蠟燭 都是用非天然蠟材 例如石蠟 價錢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他們的造型不算很多 很多都是柱藏蠟 甚至是罐裝的容器蠟燭 所以我很想試試做不同類型 不同造型的蠟燭給大家 Studio還有木蠟芯蠟燭 燒的時候會聽到燒木聲 好治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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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治癒喔 我今天做一個 好治療 crossover